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月15日下午 主持人张大大微博删出两张同Angela Baby微博的合影照 秉承即将生产的孕妇 每成这样也是世间罕见 照片中的Baby头上 系着红色蝴蝶结 几乎素颜的她一副天真少女模样 微笑着大笔剪刀手 怀孕9月有余的Baby也进入生产倒计时 在香港待产的她气色红润 看起来状态十分不错 运气的Baby也就如此美丽 让网友羡慕不已 只夸她是最美孕妇 也有粉丝表示 婴妈怀孕了还是这么美 更有网友调侃到 大大明显蹭Baby颜值来了 实习生 白沐文 则编 山岭最近在忙啥 刘翔大方秀恩爱 在陪太太 北京时间1月15日晚 CCTV体坛风云人物颁奖盛典 将在水立方举行 已经加入总评评委的刘翔帅气亮相 作为05-06年体坛风云人物最佳获得者 刘翔大方秀起恩爱 直言不会说最近在陪太太 在接受采访问及最近在忙什么时 刘翔大方秀起恩爱 最近在陪太太 说起自己的太太 刘翔一脸甜蜜 她们也在不久前在海岛拍摄了婚纱照 至于婚妻的问题 刘翔并没给出确切时间 曾经是风云人物加男获得者 而现在则是一名总评评委 刘翔对于今年最佳 投给谁进行了保密 甚至还开玩笑道 希望自己能拿奖 之后 刘翔补充道 每一个人都很棒 来这里主要不是拿奖 就是一个体育的盛会 谈及退役后自己的重心时 刘翔谈原是青少年体育 公益事业以及家里那位 而对于电视台评论嘉宾的火 刘翔表 是 对田径可以 其他项目还是需要认真学习 精力还是要放在青少年体育和未来的冬奥会上 心体 则边 歪歪范冰冰 婚礼最重要是旁边的人 李晨很完美 新浪娱乐讯 据台湾媒体报道 范冰冰 微博 于李晨 微博 日前再度合体受访 对于感情观 婚姻大事等明星敏感的话题都来这不拒 范冰冰平时亮相总自带气场 提到理想中的婚礼 她少了小女生的幻想 反而着重实际面 重要是旁边的人 据某杂志报道 范冰冰不同于其他女明星 面对恋情的保密与小心翼翼 她不必会在镜头前聊起 港情 大方与男友李晨一同受访 提起在2016年有许多艺人陆续完婚 包括林心如 微博 舒淇 微博 恩人 小两口的终身大事也成为粉丝最关心的事情 南方说我觉得应该是我们 也有时间才行 需要一段准备时间 她也还没答应 对工作尽心尽力的放冰冰 也说的先把工作忙完才行 然而两人都是大忙人 看来婚起还得再等一等了 那么这对明星情侣当 在彼此眼里是怎么看待对方呢 李晨 范冰冰深情对望 她说女友品格好是优点 但处女做性格要求完美 势必恭亲 一个剧组上上下下 跟她没关系 但她也要过问 什么都扛 有时候把自己弄得太累 太辛苦了 范冰冰则觉得男友是个正直 完美的人 没有什么缺点 但画风一转开启对方玩笑 知对方唯一不足的地方 是眉毛太淡了 至于女孩都曾憧憬过的婚礼 范冰冰坦言 每个女孩小时候应该都有过想象 但随着年龄慢慢长大 会逐渐分清楚现实与梦幻 对她来说 婚礼最重要的不是裙子够不够长 有没有皇冠 场地够不够梦幻 在哪里举行 重要是旁边的人 是不是你最喜欢的 我们是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婚 范冰冰说我是个一定会因为爱情而结婚的人 只要人对了 很多条件都变得不是最重要 初到二十年来 拍过无数作品的她认为 就算婚礼在梦幻 也比如上戏里的场景 生活还是要脚踏实地 两个人拉起手来 范冰冰在华府 精致的妆容底下 藏了一颗期待乐队的人 步入婚姻殿堂的真心 虽然在平凡不过 却说出了婚姻的真谛不是条件 而是两个人脚踏实地 真诚相爱 则编 刀铁 则编伪! 感谢观看